你 药材好了 我去扔掉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什么问题 结婚 我们还那么小 不用想那么远吧 我们马上就毕业了 本来就应该开始计划了 是吗 你该不会是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我们以后的事吧 我有 那你说说看 屏幕我先说 你先提的 你说 毕业后 你去哪里工作 我就去考那个城市的法医 那要是那个地方不找法医呢 要是那个城市不找法医 我就去邻近的城市考 大不了 路上耽误的时间长一点 我 我 毕业一年以后 等我们的工作武并下来 收入也稳定了 可以考虑 去供一个小一点的房子结婚 从传人病的角度讲 我并不打算养宠物 但是考虑到你喜欢 我们可以多养几只帽 等毕业三年以后 我们就换大一点的房子 到时候 可以考虑要几个小孩数量等 停 怎么了 我相信你 你别说了 你话突然这么多 我有点害怕 那你的计划是什么 我啊 我就想成为一名知名小说家 写的书呢 都畅销海内外的那种 实在不行就 找一份又闲又有钱的工作 做吃本死 完了 那我呢 你什么 你的计划里 我在哪里 你在 我的小说里 你 别这样看着我了 你知道的 我这个人不太会写计划 我们就照你的计划做好了 是暖暖的春 推动天许的承诺 答应你的从来都没有变过 是过程坎坷 但结局完美的想 哦说 写着胡言乱语 还勇敢 执笔的我 我求你了 你相信我 我觉得你可能想谋害我 想想你 我喜欢你俩了 你真的想谋害我 没有 你别动 你不要动 我告诉你 要不是我双手掐在这儿 你早已把我勒死了 那你松不着 你相信我 我不敢 算了算了 伯伯救我 让她把我勒死了 我可以 放开放开 不是我也是这样记得呀 你让我来我来我可以我可以 你把她拦着 放开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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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行 你行个鬼 喂 你到哪儿了呀 你别催我了 你慢慢画我没有催你 画得漂亮你 你问问周晓早餐她吃什么 老周问周晓早餐要吃什么呀 周晓 我们家老周问你吃什么馅饺饺的 白菜饺饺的 白菜饺的 我想吃饺饺饺的 我也要白菜饺的 听到了吧 嗯 那你呢 吃什么 嗯 玉米的吧 好嘞 好 先挂了啊 帮帮搭 都听到了吧 一份玉米的 两份白菜的 一份韭菜的 哎 等一下等一下 到了到了 停 来 给 我走了 我要去找我的新欢 蔡雅司 商讨一下我的人生大吉 来 走 怎么了 你画得太淡了 坐下重新画精致点 对 小璐要不你画个舞台妆吧 对对对 画得淡吗 为什么要画舞台妆啊 毕业典礼嘛 而且你还要上台里 那个什么优秀毕业生的奖 肯定要画精致一点 对对对 对对 你们两个不也领 那个什么优秀毕业生奖 你们也挺大的呀 嗯 嗯 罗威他爷爷要来嘛 他爷爷不喜欢她化妆 而我呢 我无药可救 你你你你快画快画出 快 快 那我再 刷眼睫毛 可以看 眼线什么都都浓一点啊 颜颜的 对对 对 好 那个 时间不早了 我先去学校门口等爷爷了啊 嗯 去吧 毕竟整个宿舍 只有爷爷一个家长来参加毕业典礼 一会儿我们礼堂见啊 好 拜拜 干什么 当然是给你寄了 你会不会 我真会 哎 对了 话说你爸妈真不来啊 嗯 不来 我妈说 反正我考研也没考上 也要回家 上班跟啃老 就不想来看见我 看见我就很烦 哎 我爸妈都在国外 赶不回来 哎 周小你爸妈呢 我 还没有告诉我爸妈 毕业经历的事 为什么 为什么 哎 我跟赵泛舟和好的事 他们还不知道呢 啊 妈 你俩都和好这么久了 你怎么还没说呀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再说 就我爸这种性格 他知道肯定要骂死我 你这样呀 迟藏瞒不住 咱晚得留下 哎呀 不管了不管了 能拖得多久是多久吗 你怎么把我寄得 像个礼物一样 越想越好 你重新来 不 你确定没问题吧 这可是我人生的闪光时刻 别给我整出什么妖蛾子 你放心吧 就你那点事 我两分钟就能搞定 你确定啊 当然 叔叔阿姨 你们来了 娘子 叔叔阿姨好 你好 你好 叔阿姨 你们来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我父母啊 你爸妈不是给你爷爷 给我生上去了吗 怎么没跟你说呀 不知道 那个 你爸妈是怕你生气